你們可能不太需要 乾肌們不太需要 不要再用這個我不知道怎麼用 乾肌們不太需要用到的毛孔隱形霜 您真漂亮 我好樸素喔 HELLO 大家好,我是Tong 我是Elly 就是今天是我的那個躺著變漂亮的 就是這個單元的第二集 然後我就找來我的彩妝好友 就是我們的 這要怎麼講IG Instagramer 我在講什麼IG Instagramer 追蹤起來 因為他的IG真的太好看了 有很多 就會放很多張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 放超多張 就大家都會知道他的妝容有多好玩 我個人覺得有個這樣子才華洋溢的朋友 當然是要請他來上這個節目啊對不對 就是我的臉就給他玩 我現在很興奮,我很期待 我很緊張 他一直跟我講話好像很緊張 我超緊張 因為我們兩個膚質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膚色也完全不一樣 超大的挑戰 你是算現在是中性肌嗎 我是中性偏乾 中性偏乾 然後又是比較健康膚色 橄欖膚色 要中階一點 對,然後我是偏狂 然後又是一個會出油 毛孔問題很多的人 那我們就開始畫吧 因為就是 你這種 你畫這種妝容會畫很久嗎 我覺得好像會畫很久 那我們趕快開始畫 好 耶耶耶耶 我好開心喔 所以你 我只擦 我只 裝飽 保養已經好了嗎 對,我保養已經好了 但是應該可以啦 我剛剛有擦了一個 比較清爽的油類的保養 我真的好像有一個沙發 就這樣子 先從這個 E.L.F的毛孔 毛孔隱形霜 毛孔隱形霜 對 這個是湯的東西 對 因為我沒有這種東西 他們覺得 他們就不需要這種東西啊 不知道他要怎麼用啊 就是 你是用直接用手嗎 對,就直接用手這樣 它有點像冰淇淋還是奶油之類的 就這樣塗在毛 手不會 嘿 它是不是有點冰冰的 沒有啊,我是我的手冰冰 大家第一次面對毛孔這麼大 有子花的效果 而且它會把它填起來 所以你後面上底妝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白皺 所以我要用很多嗎 也是不用 但我覺得這個產品還好是說 好像用多用少 都不會太影響到後面的 那我現在鼻翼也是會的毛孔 但是我都不會 特地去折 就是比較沒有 你說你鼻翼有嗎 我有用 等一下要用的 神奇的產品 真的很緊張 我真的很緊張 因為它很久沒拍影片 然後很久沒幫美人化妝吧 嗯,蠻久的 我現在是用NARS的 遮瑕蜜 NARS的遮瑕蜜 然後色號是Honey 我是用它來遮黑眼圈 所以你先遮瑕在粉底是不是 我先用這個遮瑕 就是先調整黑眼圈的地方 我昨天比較晚睡 我昨天看Sweet Home 看到3點 我昨天是看天橋上的魔術系 哦,我知道 你們看哭了不是嗎 對 我現在看到第2集還是第3集啊 其實前面3集我覺得 可以講這個嗎 可以關注嗎 因為後面精彩啊 它可能就是有個鋪陳啊 我其實我看兩集 我不會覺得無聊啦 就是會繼續看下去 而且像是我那時候 還沒開始看的時候 還背心裡嗎 沒有啦 它就說你趕快去看 前面算是人物介紹這樣 因為它每一集都是講不同人物的故事 然後再來是這個 對 好用的東西 對 這個是NARS最新的粉底露 我自己很喜歡 我今天也是用這一款 我原本以為乾 我原本想說乾淨會不會太乾 結果這樣看來好像 因為我搭 欸 你有用妝前嗎 蛤 你有差妝前嗎 你說它的妝前 我有啊 你有差了嗎 沒有 可是我可用可不用 你直接這樣可以 可以啊 喔好 那就繼續 就是 這可能是 身為一個回油肌 就是我好像妝前也不用 一定要弄到很保濕保濕 因為我本來那種化妝 化到一半就會出油了 喔 我用那個妝前配起來 其實我沒有試過沒有 不用那個妝前 但是用那個妝前 加這個粉底的效果就是 超好 超好 她那個妝前我覺得也不錯用 本來還有一條 Nurs 啊 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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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就是念名字真的是很有障礙 沒問題 我覺得那個是妳的特色 但上次上次有人留言問我說 湯什麼時候才會把 知 吃 失 知 吃 撕 念好 不可能 我好像有點難 就是從小就這樣子嗎 我覺得我已經有比 好像習慣 我覺得我已經有比之前好了 就是剛開始拍影片的時候 嗯 沒有對鏡頭講話都不知道自己講話這麼的 我覺得有 算大舌頭嗎 現在有好一點 你現在的影片 就是口條我覺得算是很清楚 那位觀眾可能在等我個幾年 或者會更好一點 那種是要就是 學習成長之類的 剛剛就是那個妝前如我也覺得不錯用 它就是一個保濕 有光澤 它有很細很細的珠光 然後沒有控油效果 所以搭配這個很霧的粉底 我覺得還蠻 也蠻不錯的啦 我最近我最喜歡是它的遮瑕度 對不對 對 它遮瑕度真的超好 遮瑕真的很好 就是用一點點 薄擦的話 就已經遮瑕度就已經超好了 超讚 然後局部那種瑕疵的地方 再鋪第二層就可以了 就是用它的時候 就會覺得好像遮 需要遮瑕的地方就會減少 所以我剛才想說 就是先用那個角色 我是粉底上很久 沒有 粉底上最久的是吉妮吧 我是沒有 非常完美無暇 我是沒有給它畫過 可是我自己觀察過 就是在旁邊看它畫底妝過 它底妝真的是會拍很久 但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吧 所以我覺得它的底妝就是 很服貼很完美無暇那種 稍微整理一下那個鼻翼的毛孔 對 我的鼻翼毛孔就真的是 除非我去打那種蜂窩式 蜂巢式 皮妙還是飛鎖 皮妙 這叫蜂巢式嗎 就是打完之後會滿臉剩血 會要等它結痂換皮的那種 可能才會有感 就是可能才會多少有點改善 妳以前會就是擠痘痘粉刺之類的嗎 對啊 那可能是這樣子 就是看到粉刺在那邊就 啊好想擠好想擠 然後就越擠越擠 因為我是那個青少年的時期 就是鼻翼旁邊長痘痘 我也是去狂急 然後就會有很深的疤 很深的凹洞 妙鼻貼 妙鼻貼超賭的 那真的是毀了耶 真的是毀人耶 真的是那個產品 已經完美無暇都不行了 已經沒有什麼需要遮瑕的感覺耶 那再來就是稍微體諒一下 眼下的 眼下 因為我自己就是鼻翼泛紅什麼時候 常常有些粉底液的遮瑕度 是沒辦法遮住的 但是這一款可以 這個地方 淚溝稍微提亮 你是這樣做嗎 對 我需要往上嗎 你可以進行就是 命令我做一些 比如說拉長忍中 我自己在勾有時候還會再用那種遮瑕膏 就是那種一盤的那種遮瑕膏 然後再用最淺色去提亮那一條線 我想說等一下用就是我最近的方法 就是用粉狀的去提亮 喔好啊好啊 其實我這樣看我看不出來也是乾淨 因為我用那個妝情 這是Narsie的配方 這支影片沒有置入耶 沒有置入 那我先幫你定妝 Kawin 用的是Rola Mercier 我們要換一點什麼蜜粉的 這一罐真的用來用去 它真的就是經典好用 我很羨慕光滑的鼻子耶 但是我之前都是脫皮脫到很崩潰 我比較不懂脫皮的光 脫皮也是很酷 因為毛孔大可以用遮的 可是脫皮真的遮不了 一直卡粉 也不是卡粉它就是會一直剝落 超誇張 之前就是皮膚有發炎 所以才會這樣 但是健康了之後就比較沒問題 妳也是我看過覺得很敬佩的人 就是 因為皮膚發炎皮膚的問題 然後就開始無膚質之後就是 戒斷那些東西這樣 就是沒辦法 因為發炎的痛苦比不吃那些的痛苦 還要痛苦太多了 因為我就是那個做不到人 就是要慢慢習慣 因為其實 是會 吃膚質是有 像糖一樣會讓人上癮的 有理論是這樣說啦 所以它有些化學成本還是什麼東西 會讓你 就是它的蛋白質 忍不住會依賴它這樣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醫學專業所以 這邊就大家都聽閒聊就好 對對對閒聊 不是很專業的化學 不是專業醫學 很怕咩 哇你的眉毛 欸我是不是我要怎麼做比較好做 欸你看你看你可以就是 使喚我這樣你知道 但是這樣 你可以幫我幹嘛幹嘛之類的 你要幫我畫比較狂野的眉毛 還是就是一般的挑眉 其實我根本沒有想畫 就是邊畫邊 我就依我平常畫的方式好了 在畫就是妝容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你的妝容是會有主題性的 就是會你會 對 比較明確有一個靈感來源 嗯 那那個時候你在畫的時候 也是怎麼講 就是依照那個靈感來源 然後水怎麼講 就是讓它這樣自然的 就是這樣畫出來 還是說有時候你會有先一個概念 就是想好說要畫的怎麼樣 會先做功課 就是譬如說某一種風格 然後就會大量的閱讀一些圖像 或是它 他們這個 這個風格的圓起啊 或是一些 可能不只僅於美妝 可能就是包含音樂啊或什麼 嗯 繪畫之類的 整個做好功課之後再去想要怎麼表現 那我在猜你是不是也會發生過那種 比如說你本來想說 大概決定好要畫這個方向 然後畫的畫的就變成另外一件事 會啊 然後就說 就說我是要做那個就好了 反正人家也不知道 別那麼局限 對 人家也不知道你實際是怎麼想的嘛 嗯 但反正基本上你是在那個氛圍 你是想著那個路線或那個風格去畫畫 對 基本上它就算跟你原本預期的不一樣 可是它畫出來的成果 就還會是那個氛圍 呃這些風格可能還是要就是跟自己的 自己的風格 自己的 要自己在消化 消化然後再 對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做法 所以你是圖像的人嗎 圖像影像的人 就是文字 比較不是文字派的嗎 文字派 就圖像 圖像跟文字嗎 對就是你大量在看這個風格的東西的時候 你都是以聽覺視覺就是看圖片影片為主 還是你會去看書看文獻 我現在是看不太下書欸 我就是 可能因為也是因為社群焦慮的這種 欸但我發現那我最近在看書就覺得 看書有讓我心情比較平靜 的確會 可是你也要平靜的時候才看得下去 對啊 但我覺得現在還蠻好是說聽說現在有那種有聲書的方式 就是好像在歐美現在這個比較普遍 就是如果以後這個變幅極化的話 大家就可以有更多時間可以用聽的方式來閱讀這樣 先幫你涮一個眉毛的底色 就是想要推薦大家這個 我真的很愛用的Lime Crime的那個眉角 然後它是細的刷頭 然後也有出像我們這種紅髮偏暖色調的這個 這個顏色因為還蠻難找到的 然後它的眉毛的支撐力也很強 你之前就買那麼多顏色嗎 我本來只買了一個紅色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橘色紅色頭髮 然後我就想說欸很難得 我就試看看 然後結果後來超喜歡 然後就買了其他顏色 狂買 然後它的染色力也蠻強的 搞不好被殺 而且你說它那個定型 毛流的那個定型的力也很好 對啊你看 喔有欸 就是它不用刷很多就可以立起來了 然後它不會硬硬的 我懂妳說的那個意思 就是它可以保留那個毛髮的蓬鬆感 可是又另起來 而且它的膏體不會沾在眉毛上太多 有時候太多就會看眉毛很 那一支很粗 對對對 會很結塊的感覺 對 眼睫毛的蟑螂腳然後跑到眉毛上面去 就有點像拿睫毛膏畫上眉毛的感覺 有沒有畫得比你還久 還好欸我覺得 我覺得膜畫妝速度好像蠻接近的 差不多 因為Sara就是另外一個 對 還有另外一個動動動動動動動這樣子 妳就感覺它 就是感覺那個時間在我的臉上這樣 咻咻咻咻咻 這樣 要先修肉還是先演奏 妳會先畫演奏 妳的步驟 我會先畫鼻影 喔先畫鼻影 然後再眼影 然後再修容 腮紅修容 腮紅修容 先上眼影打底 P.Louis的眼部打底膏 很好用 超好用 算是我的 妳的愛將 我的愛將 就是有它眼影就會 超顯色 因為我很喜歡畫一些比較 色彩鮮明 對 就算是很爛的眼影 它也可以拯救 妳這個刷子我第一次用 就是他們家的 偷偷跟你說一件事 我竟然沒有買 這支刷子呢我買到現在 我也還沒用過啊 還是我給妳買 妳先用用看吧 欸好好用喔 我這時候就是 因為它 這支刷子也是P.Louis的刷子 然後 它就是 每一年年底黑五的時候 都會推出那種折扣組合 就是 比如說買兩個眼部打底膏 然後會再加一支刷子是多少錢這樣 然後它眼部打底膏 它有出好多顏色 然後還有那種馬卡龍色 我就會趁黑五的時候買 他們的網站是有直記台灣的 可是像英國記台灣可能會等非常非常非常 我上次也等蠻久的 說實話也是等蠻久的 但最後都有收到 但我記得我第一次買的時候也是等很久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疫情的時候也是一樣 因為它反而就是用平性嗎 他們好像是平性 就是會真的會等蠻久 可是反正它最終有到就好了 然後再用這個打底膏的時候 我其實會用蠻多的 然後就是這樣子 讓它拍壓進去皮膚裡面 那妳是會定妝嗎 還是說就是直接眼影壓上去 對所以我覺得等一下還是 因為我已經上了 然後妳眼皮是比較會油的 所以我覺得等一下還是先上眼影再比 懂 先讓它 欸但我眼皮不會很油喔 可能跟我的鼻起來 很神奇齁 可能跟我的鼻起來 其實我這樣到下面 我的眼下跟我的眼周不會很油 就是很多人不是會有那種眼線暈開的問題嗎 我比較還好 因為我的眼皮是真的很乾 所以我就是需要這種比較濕潤黏著性比較強的 因為我之前有時候皮膚過敏的時候 眼周也有過敏過 然後就會一顆一顆的 然後眼影也很難上 然後那顆粒感也 那顆粒感會讓妳的眼妝變得很粗糙 最重要的就是皮膚要顧好 我目前都是一個佛系吃的狀態 反正我自己是 平常就比較不會自己再買牛奶 但是比如說喝拿 就是在外面喝拿鐵或幹嘛 有喝到點牛奶就會還是OK 這樣 那妳喝牛奶會長痘痘嗎 我之前是沒有特別覺得 我會對牛奶過敏或幹嘛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 有喝比較少之後 好像有比較沒有那麼會長痘痘 但我很怕烏鴉嘴 因為我每次在 我上次在影片也是說 我覺得我最近皮膚還不錯 然後立刻隔天皮膚就爛掉 對 常常這樣子 然後隔天有很重要的事 或是有很重要的東西要拍的時候 對 所以我就都會說 好像 對 我現在在挑 我們今天可能會主要用的顏色 比較 偏藍藍綠綠 左色黑黑 暗黑一點 因為 我很久沒有愛黑 對他很久沒有畫這種 然後因為剛剛那一盤沒有什麼淺色過度色 所以就是另外再打這個 嗯 先幫妳用這一顆 當過度色 所以妳直接上個眼窩的 對 陰影的顏色是不是 對 再跟妳說一個秘密 嗯 這兩盤眼影我都還沒有上眼皮過 我剛剛看他的櫃子裡面全部都是 新的 一整套的眼影 包色的眼影 但是很多都沒有用過 對 很多都來哇好漂亮 好漂亮 然後就放進去了 買一堆 我之前就是有時候就知道 有一些心情上的事情 就是要有那個心情的時候才會想要用 這樣 但我就會先買著 然後等想用都再買 趁打折的時候先買 對 也算是一種投資 不是因為我會想說 如果我哪天突然靈感來了 突然想用了 但是沒有它的時候 我還要等下定 然後等它收到我手邊的時候 我又沒有那個感覺了 所以我就必須要先用 彩妝我其實已經進行過很多次斷捨立 雖然我覺得大家看不出來 但是櫃子裡還是很多 我其實已經進行過了 在櫃子裡面那些都是我的寶藏 捨不 沒辦法割捨 這一顆 這一顆 今天幫妳畫黑露好了 好啊 我也超久沒畫黑露了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是還蠻適合黑露的 因為我還蠻喜歡把這邊 就是壓進去 它看起來比較深邃 對 黑露的畫法很可以改變一個人的 長相 就是會突破那個長相的圈圈的感覺 對 因為這個底膏 它好像是抓住的 它會黏住 所以其實眼下不太會掉 除非是真的很糟糕的眼影 就或者是說你已經疊很多層上去 後面又再疊的時候 對 就有一點點多膚 然後我上這種比較鮮豔的顏色的時候 我都會直接先壓 把它壓到眼皮上的 然後之後再去慢慢暈旁邊 你是不是化妝的時候比較沒有經歷過韓式平眉的那個階段 有啊 有嗎你有嗎 有 但是沒有在鏡頭上出現過 因為我就算看你很早期的YouTube影片 在那之前 也都是歐美路線的 可是因為我本來眉毛就是彎的 就是很固定的形狀 有那個角 所以我那時候是特地把眉毛修掉 但是我覺得那很不適合我的五官 我覺得還是要適合自己比較重要 但是那時候我一開始化也就是化那種韓式 畢竟那時候歐美妝在台灣沒有什麼 比較沒有什麼 那時候還沒有流行起來 還沒有帶進來的感覺 而且其實開架的產品什麼的也都 都比較日系 日系韓系的味道 其實我那時候還是學生的時候也沒有什麼韓系耶 就年紀稍微 差了幾歲 時代也不太一樣 時代不太一樣 那時候幾乎也沒有什麼韓系的 都是日系的 接下來用這顆更深的藍色 加上更眼尾 這怎麼講 眼窩更小範圍 眼窩 啫子很好味耶 就很飽和那種 對 然後顏色疊得上去 不用 不用暈太久 它就可以 然後好像也沒有色快感 沒有什麼卡色 我剛看它你前面打底的那個蘭綠色就 就蠻平順的 就是沒有什麼色快感 你會有那種感覺嗎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接一些合作案子的時候 有些比較大膽的想法 或是想要畫比較濃比較歐美妝 然後就品牌就沒有辦法接受 你就有這種無力感 我其實遇到合作我都會自動 自動削 不要這麼誇張 收回來一點這樣 稍微看一下市場的走向 但我自己是覺得 有一些合作它是真的特別 整個讓你 看你想要怎麼呈現都可以 它整個沒有侷限我 然後我玩得很開心 然後品牌也OK 然後成效也很好 這種時候真的會覺得超滿足 而且很有成就感 但我跟各位講這種案子真的是一年可能只有兩個 有些會因為你的特色而造你 對 那種的我就會 但我個人很討厭那種 就是說因為喜歡你的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覺得你彩妝 你的妝容很有特色啊 很特別什麼的 然後找你合作 然後講的都很放得開這樣 然後真的合作的時候 一堆規定一堆 希望你還是畫大地色調 之類的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 這時候我就會覺得 就會 我真的會蠻不開心的 我會覺得說你沒有這麼自由 你就不要一開始就給我誇口說 你是一個很free的品牌 或是什麼的 我會覺得你在騙我 就是做了這一陣子 雖然說自己也沒有很紅 但是 就是 可以體會到品牌他們的想法跟角度 當然他們一定是以市場嘛 以銷售為主 對 所以我後來就是 所以可以理解這樣 我就是會自動的 不要這麼誇張 但說真的 最後畫出來 大家還是會覺得 比較誇張 就是跟一般的來說 你要用你的這個嗎 Lime Quad 我想要磨 我想要磨 我想要金色耶 阿姨是說這個很好用 對這超好用的 而且它的 喔它真的好軟喔 欸紫色好漂亮 這紫色好漂亮 有點透透的紫灰色 小說用金色這樣子 對比上 蠻強烈的 而且也比較配合你的頭髮 我覺得它很像夾些什麼 好啊你夾 夾哥 反正就剛剛那個眼影盤 反正就剛剛那個眼影盤 有一個紫色的 紫色珠 紫灰色的珠光 金色的珠光 欸好漂亮喔 這個 這個 對 剛剛說很漂亮的 然後它現在再把它 放在hello的 兩邊 正中央的兩邊 正中央的兩邊 然後等下正中央要用金黃色 是不是 對 我覺得它那顆金色很像 那種文藝復興時期的金 然後接下來用這個金色的 然後它這個 因為很濕潤 所以其實也不用 呃不需要再用什麼眼影 比較黏的東西 然後用刷子就可以很包合 對今天的這個配色 真的也是很 比較復古的那種感覺 油畫裡面的那種感覺 高中美術班畢業之後 我就跟美術師很脫節 所以我每次都要講這種 我就忘記了 我就會呃 很多我不確定這樣 沒關係 而且真的美術班 雖然會有藝術史什麼的 但真的也都是臨時報仇教 根本就沒讀進去 對那時候 而且我們那時候畫畫都是在 就是有點算是為了考試在畫 嗯 我懂那種深學的 對啊 就覺得 就連畫畫都要搞深學這套 感覺畫都沒有要上去了 對 欸有欸有欸 因為我很喜歡 就是中間那條線 中間那條線這樣 很明顯 因為等一下下面會糊音 嗯 但是剛剛那個 就是用那一盤的那個 紫色金色那個珠光 去銜接這邊很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配色 不好意思 才當老師我肚子好餓 我可以再吃一個餅乾 好 我想要混這個紫色 因為覺得整個 藍藍的 算比較沒有 太無聊是不是 嗯 在上面這裡 喔上面喔 嗯 嗯 就是在這個邊界的地方 那妳會對蘑菇過敏嗎 我懷疑 蘑菇 就是 因為我過敏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 他剛剛說他薑也會過敏我嚇到 因為薑好像是因為他容易讓身體燥熱 我不知道是不是過敏 但是就是身體會有反應 因為他剛剛拉我家他自備了一袋 超快 因為他怕他等一下晚上沒東西吃 下眼影想也是用這個紫色先 剛剛那個紫色 因為我現在腦袋中 反正他在幫我花 所以我現在腦袋就是在想 晚上要弄什麼東西吃 然後我本來想說 我不能吃蛋 超可憐 連蛋都不能吃我的天啊 更多不能吃 那妳這樣能吃鬆餅嗎 就是沒有蛋的 無蛋的是 我就是無膚質的那個鬆餅粉 直接加豆漿 喔 直接加豆漿 就沒有蛋 那洋蔥在鍋裡 那我現在冰箱有洋蔥 然後剛會講蘑菇 是因為我冰箱還有一盒蘑菇 不然我可以吃吃看啊 而且我很愛鼓類 所以我冰箱有蘑菇還有香菇 我可以測試看看 因為我最近沒有吃別的 就是陌生的東西 我剛才跟你講 我自從染成橘色之後 好像沒有畫過任何藍色 就是很可惜的 妳的下睫毛好長喔 她的下睫毛當然是我上睫毛的 我下睫毛其實沒有很長 但是 如果刷我的眼上 妳現在正看 妳正正看我的下睫毛 我正想等一下幫妳貼假睫毛的事 就是 眼頭的地方 用這顆 再來畫眼線呢 好緊張 我要用那個 Rare beauty 因為上次湯跟我說這支我一定會喜歡 這個棉花當是我那種隱藏版愛用好舞 這是在康四美買的 方思傳德 好繞口的名字 方思傳德 氣軸棉花棒200支乳 這個好像28塊 好細喔 欸它不會很多免序 但是我可以換Cavon D 因為它是我覺得畫眼頭最剛好的粗細 對 我現在是用黑色連接一下上眼線的地方 黑色眼影粉 我覺得Solo還不錯用 但妳的眼神不行對不對 我不行 因為它太糊 糊 糊度太深了 因為像我之前很喜歡那個泰國這個 你有用這個嗎 沒有 因為它也是很像脂身糖 對 糊度比較圓的 就是很適合眼睛比較凸的人 我自己我自己 好你自己夾 可是我幫人家畫中 我也不敢幫別人夾 我上次幫一個朋友 然後他有請那種 俄羅斯的Model 就是 是認真的Model 然後我就是幫他畫 我這樣幫他夾睫毛的時候 他就默默拿過來說 Let me 給別人家也會怕 也會怕會夾到眼皮 他們應該很習慣自己夾了吧 我們要戴這個 夾睫毛 眼尾有點飛起來的款式 眼毛膠你有比較愛用的牌子嗎 D.U.O 喔 D.U.O 對 我愛的還是 唉唷好緊張喔 都是這麼精細的我 下夾睫毛 要用這一個 就給大家看一下眼妝 很漂亮耶 我覺得我自己幫別人畫 沒辦法畫這麼漂亮 妳很厲害 我們要用這一盤 很漂亮的腮紅盤 它顏色有透透的感覺耶 嗯 它的霜霜是這種 然後它的粉狀就是很濃郁的 而且有一種修容的感覺耶 其實 這顏色也太美了 對啦 這個就是我 推 我在推它 我剛剛就跟他說 這個腮紅要用吧 完蛋 因為我是說這個腮紅 我之前用的時候 就覺得它的霜狀很棒 它的霜狀就是 不會破壞底妝的霜狀 然後這個顏色 是我覺得它目前出的四個顏色裡面 最 喜歡畫歐美妝來講 我覺得這個顏色是最實用 好美喔 那我要幫你上多一點 我就是蠻喜歡上在鼻頭 但我記得我人生中第一次用腮紅的時候被我媽笑 他說你那是猴子屁股嗎 這塗太多嗎 對就是可能是太多 然後又是局部 然後沒有把它暈開來 那我也會想要用粉狀的再疊一看看 然後它真的很漂亮 很重對不對 欸它這個好重喔 天啊 先上雙妝的話再上粉狀它會抓粉力很強 更顯色 對 然後它本身 有點像是眼影底高的概念 對然後它本身就是很顯色的腮紅了 所以就會 但其實還好啦 因為你今天眼妝也很重 重 它也有一點那種 bronzer的感覺 我現在看鏡頭這邊好像太重 我們這邊可以用一點粉底 粉底蓋掉一點嗎 我們修容要用這一個可以放地 像我毛孔出大的時候 有時候比如說定好妝 化好底妝的時候是很完美 可是有時候上腮紅啊 或是鼻子在那邊上修容啊 那個就會有時候被磨掉 我的做法是 要嘛就是上妝手法 就是盡量是用鋪的 就是點壓點壓鋪上去 不要去來回磨它 但是比較不會把那個已經用好的毛孔 就會又跑出來 要不然就是化完妝的時候 再薄薄再上一層蜜粉 去薄薄的back它 這一盤我自己比較少在用 因為顏色比較深對不對 對顏色比較深 但這一盤你用就是可以 完全放心的用是不是 就我六個顏色都可以用 最深的可以當眼影 然後這個就當幫著 這是我的修容 然後這邊就有提亮 提亮角色 因為這個是不嚴重的黑眼圈 然後這個我有時候 因為我黑眼圈超重 所以我會用這個橘色最後再上 或是像嘴角的 嘴角的陰影 其實它也不是暗沉 它就是陰影 然後就用這個打提提起來 來 再來用膠色嗎 再來用這個 這個黃色的 喔中間黃色 順便幫你把那個 剛剛這個底妝 補一點回來 再揉露霧一點 揉膠一點 再揉這個 它是比較偏有點橘橘的 像是做法令文的陰影 打亮妳有想用 喔打亮喔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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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琳達的牌子 對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彩妝師 對彩妝師 也是也是YouTuber 也是YouTuber 也是YouTuber 對 這一顆打亮 可以很自然 也可以很亮 就看你疊多少這樣子 就是它不是金屬感的那種 對不是金屬 它很細緻 它沒有什麼底色 而且我每看它顏色想說 會不會對我來講不太深 但是 它沒有底色 我覺得上修容跟上塞紅 還有上打亮 這也怕會比較讓人想睡覺 因為很舒服 一直掃你的臉 對 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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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把粉底擦掉 KUJI 金屬唇膏 藍色跟綠色 對 哥德爾系列 超美 當初會買那麼多KUJI唇膏 是愛麗絲 才跟我進去的 是我愛的 那個月進去過KUJI 專櫃好多次 而且我本來只要買一支 後來她去逛 就我又跟著買 對她也跟著買 然後我自己也買 太誇張了 然後後來又帶Sera去 然後就三個人都發瘋 對我怎麼買了三次吧 幫你用綠色的 這個顏色好漂亮喔 我沒有買這個顏色 藍色也漂亮 藍色也超美 而且我覺得藍色超顯白 就是會提亮你的骨色 那我先塗 然後你再調細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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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終於完妝了 在你旁邊看起來臉終於沒有暗沉了 而且我真的好白 你整個發光欸 因為那個藍色會讓我的皮膚看起來比較顯白一點 對 真的發光 而且我現在就是一個冰與火啊 甚至本名就是火 冰與火 對 我想說我今天畫紅色系 然後就幫你畫藍色 而且我很開心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很爽 因為就是 什麼事都沒做 然後就變成一個 超級濃妝 現在已經快睡著了 她現在超累 超累 因為我被人家畫這個妝真的會很累 而且我今天畫兩次 對 她等於自己畫一次 然後再畫我一次 真的是辛苦艾莉絲了 我們等一下可以好好吃飯 補充體力一下 對 對 期待下一次艾莉絲看 有什麼機會回來玩 你看有沒有在畫這 那我下次就幫你畫普通的妝 下次就是尾素顏 尾素顏 尾素顏 尾素顏也很累好不好 對 就是這個斑點或什麼都要 細細細 用很仔細的東西修 我們下次就拍吃播算了 好吃 可以 之類的 我感謝艾莉絲今天來玩 感謝你 我才感謝你 我上電視了 大家記得追蹤起來 IG必須追蹤起來好不好 她的妝真都太多 太漂亮 太有創意的 我真的超級喜歡 然後也超級敬佩 其實心裡默默的崇拜她 只是不敢在她面前講太多 因為會有點害羞 我現在蠻臉頭紅了 反正就 你知道我默默心裡很愛你就好了 好 好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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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rs 感谢观看